刚刚那个宣告我想应该没问题 宣告连结应该也没问题 事件建立的话应该也不会有问题 反正你这个部分把它记成公式 小瓜糊、大瓜糊、后瓜糊加一个分号 新增这个喂食座的方法 然后就产生 那接下来的话 我这边也做了四个注解 那这个四个注解 就是分别我们等一下要产生的东西 这四个东西的话就是这四个东西 所以这边的话主要就是我们要做的 就是第一个Current Point 就是目前这个触控的坐标 那前面这个是X 后面是Y 特别注意我们的00坐标 不是跟我们以前学的坐标是不一样 我们的坐标00在这里 越往这个方向是X 越往下是一个Y 那另外你如果往上这个地方的话 会有个负值 不信的话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把它点一下 这边还有个负的值 负到50 那也就是说从这边过去到这边的话 X的方向 因为我是调成HVGA 所以呢 左右它的宽度是320 那在底下是多少 在底下 480可是只有430 为什么 因为上面还有50 所以它的结构 这样应该就清楚了吧 所以以后你们在撰写游戏或什么的时候 这边是00 然后过来的话 如果一般人的解析度这边是320 但是呢 手机有高解析度的 也有到960的 也有到800的 反正解析度都不太一样 所以你在设计的时候 可能要想到这一点 那这边我们是 因为我用HVGA 所以这边320 这边是430 那这边上面的话呢 是-50 所以这个观念要有 那也就是说我要怎么去侦测 我现在点下去的位置 就是要用那个Layout上 Layout上面要去侦测 当SET ON什么Touch 有没有 SET ON TOUCH LISTEN 它会去侦测 去扫描 对不对 那当我移过来的话 有没有 我们就会有这个数字出现 那我要